大家好,繼續回到問答環智林 身邊嘉賓換來有要財政圈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黃偉豪 Rafi,你好 你好 家庭觀眾有任何顧分問題 打電話來204-6566 先聽聽就是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陸先生,陸先生早晨 你好,我想問中交建1800可以去到多少 本身有沒有貨在手? 有的 大概是甚麼位置? 21.4元 1800元 是,很高價入 好,1800元中交建現價做14.4元 升埋近1乘4元 最高見過是14.58元 20元樓上有貨在手 好,其實現在的市場這麼牛 亦是接下來發展的重點板塊 對啦,會不會說有機會可以回到家鄉的位置 還是怎樣去部署呢? 當然啦,現在市場很旺 甚至乎今天成交都很大 變相的確對這些基建股來說 我相信還有一個推動在這裏 變相以中交建來計算 我相信還有水位去上 甚至乎以來,以它本身自己的基本面來計算 特別之前那一陣,都有一些 都會分拆其下疏進業務上市的一些因素存在 變相分拆出來的話 對中交建來說 我相信無論是股價或是各種東西 都會有不同程度的一個大動在這裏 所以變相這些因素之下 無疑我對股價後市看法還是樂觀的 但當然你說能不能夠一下子 以回上你買入價21元以上的話 說實話,就算這個市場這麼牛也好 但就真的難一點 因為如果以回現在都是14個領 和你21元買,還有7元的距離 變相如果以現價來計算 要升到7元,起碼要升到5成 變相我相信那個難度是挺高的 雖然不要這麼快奢望一下子 再回你買入價先 但反而你可以看看 是不是想去逢高,搞慮減磅 還是怎樣 但如果以回我現下段的說話 我相信與其你都持有這麼久 21元以上持有這麼久 甚至長期以來股價到之前在幾元上落 甚至現在才升到14元樓上 所以我也不需要這麼急,考慮走著 反而如果你真的要定的 下面看著大概13元的位置之餘 看看上面來計算 能不能夠借著這下,嘗試16元樓上 我建議逢高是否達到16元樓上 才考慮到減磅都未遲 現在一段我會建議持有先 好,暫時都繼續持有股份 另外,是否還有其他股份要問,陸先生 1186元 中鐵建的,這隻又有沒有貨在手? 有的 什麼位置呢? 這隻就是10元樓上 好,1186元中鐵建 14.26元在升埃近1乘1元 今早都見過14.98元的位置 10元樓左右的位置有貨在手 這隻反而有利潤在手 怎樣看呢? 是否跟100元差不多? 是呀,當然你說看法上 中鐵建叫你不要走 變相看法都是樂觀的 變相中鐵建其實是一樣的 看法上我相信還是正面的 而且你剛剛兩隻都是同一個板塊 但一隻是高位右,一隻是低位右 變相一負之下,都變成一個不錯的對沖的效果 變相與其你另一隻叫你不要走的話 這隻一樣都不要走著的了 雖然這隻以現階段的幅度來說 都有四成多利潤在手 但我覺得還可以稍微拿著 因為對後市的看法還是比較樂觀 但留意兩個價位 一來如果你真的要定下指賺位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看回今天的低位13元邊 我可以穿13元樓下的 才考慮去指賺 到時都有大約三成的利潤可以下台 而反而13元這位就是不失的 反而那價格不斷上衝 看看能否破今天的高位 大概15元邊之後 可以的,一樣以16元左右 做一個短期的目標價 我覺得你去到那些位置 才考慮去到走火的未遲 好,謝謝Rafi的分析 希望可以幫到你了 我們再看看電郵方面的情況 有一位姓陳的家庭觀眾 想問中資金融股的 6881中國銀河 他就在9.2的位置,有貨在手 想看看上網空間還有多少 如果中長線部署有不可以的 看看6881中國銀河 還在10.2號錄 暫時都超過一成以上的 是否還有很多的上網空間呢 當然,以今天理解 當然內地的券商股 都是受到一例 A股在這一陣 港股叫做假期裏面 做得那麼理想的時候 原來券商股今天回來借勢 是追回一陣,其實都很正常 而以來今天整個市的氣氛 無論中港兩邊市都是一樣的 旺之下,成交那麼大之下 自然對券商股 都會再作為一個推動 以這些因素上去看 我絕對不需要緊急 考慮去走火 甚至本身你九個嶺有貨 現在都在賺錢的時候 比較容易控制或操作 當然你說暫時來計算 以銀行證券來說 今天其實借勢都叫做破位 特別是之前一直以來 九個半這些大位都有敵人阻力 變相今天一下子升破之後 這個阻力現在變成一個大支持 我相信只要來九個半這位置是不失的話 反而你真的拿著先 上面來計算起碼以大約11元左右 做回這一層的目標價 我覺得你去到那些位置 而你到時短期想賺了先 我覺得你可以先減一半 但如果你真的放一個中線持有 我反而就覺得繼續持有先 反而讓我猜測再看看有沒有機會 上破了去年11月份的高位 大概11.5的水平 再跟進另一個電郵 一位就是聖司徒的家庭觀眾 問哪一個板塊現在還是比較落後 看到很多板塊現在都升上來了 而且大市都非常之厲害 現在已經去到1200億的成交以上 恆指都升592點 去到25863點的位置 還有什麼板塊可以追落後 如果現在還是落後的板塊 可以說基本因素 可能本身都不是那麼好的 怎樣去選擇 對 以現階段 市場就升了上來了 而很多股份的 今天閒一點都一成幾兩成的升幅 反而要選一些 所謂沒什麼升過 或者相對比較落後的股份 是少一些的 但如果以現階段來說 真的以一些大的板塊上說 我覺得比較偏向落後的 都真是來人股 自然那個真的相對比較落後 雖然落人股的確基本面 不斷都說不算特別看得好 或者之前業績上說 其實又不算太量例 但是為什麼說都可以考慮一下它們呢 一來它們始終本身是一個大板塊 你說整個小升上來它們未升 所以來人股份都會追回一陣 所以這件事有一個追落後條件 而且以個別的內人來計 雖然很多都好像破了頂 在股價上說高位 但是從股值上看 其實很多隻都是單位做PE 變相還是很便宜 PB也不足一倍 所以以這些來說 絕對都有一個追落後的條件 雖然你真的要考慮這些 有什麼板塊落後可以考慮得過的話 我覺得內人股的直迫性是一定的 如果現在一段來計算入市 我覺得都集中這些股份 相對比較安全一點 好 再跟進另一個電郵 來自銀搬的 都問2628中國人壽 沒有貨在手的 想作一個長線的投資部署 應該怎樣看回呢 見到2628中國人壽 正在36.65 暫時升約5% 而且今天裂口升了上來 最高位都見過36.9這個位置 現在升那麼多 是不是還有得升呢 大家都似乎非常熱衷於一些中資金融戶等等 如果要部署是否也要留下低一點 對 其實以國壽來講 如果真的想部署的話 我也覺得是要考考低一點才買更好一點 雖然這樣算 這一層就強 無論它的股價 今天都再上過36.9這些高位 但為何說這一刻不是太建議追下去呢 因為雖然自己剛才對市體負責任樂觀 但為何不自己追下去呢 因為始終的確短期升幅比較多 變相升那麼多的時候 其實又不算太便宜了 做中資目標價 而下面呢 我覺得只要不穿30元這大位 其實問題不是特別大 好 麻煩謝謝Ravi和我們解答電郵方面的一些問題 另外就聽回家庭公眾電話 電話旁邊有李小姐在這裡 李小姐早安 早安 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兩隻 一隻8255 平均價2.09 我想問何時止暫離場 另一隻48 48很高位6號指賣 好 先看看就是8255 神州數字 報2.02 7升埃及8%升上來 家庭觀眾 平均價2.09 都有貨在手 近期來說 神州數字也是幾支的陽足升上來 如何定下指责銀位 現在市那麼牛 是否還可以繼續持續呢 當然市旺 變相還可以短期持續持續 但是始終這隻股份 就不算是一些真是主流的股份 或者大的股份 變相跟市 其實萬感度是否高 其實就真的不算太高 只不過在這陣子市 什麼股份都升的時候 一起才炒起它 所以我覺得你真的叫做 上網之餘 都可能真的開始考慮去止賺 或者是吃了烏仙 其實都不是一個差的選擇 特別以這幾天來計 其實都升得比較多 由上星期四來計 或星期三來計 當時只是大約過三左右的位置起步 到今天已經差不多兩三了 變相三日的交易日 都未完 已經升了一百元上來 上星的幅度都非常誇張 所以變相如果你209買 現在就差不多一成左右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去到 初步減一減自己止賺 但當然你以一個止賺位來計 想看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以今天的低位 大概219 如果短期升不起 穿回219樓下 我覺得你可以止賺離場 如果不穿219樓下 看有沒有機會再次上賺之前的頂 2300樓下 如果今次破得到的話 我覺得你短期 以大約2.5樓下 做回目標價 我們先看看 然後看看48中國汽車內飾 佈在3毫子的位置 暫時來說沒有升跌 如何看回這隻股份呢 如果家庭官大約在6毫子這個位置 就有貨在手 看看之前公佈的業績 全年純利去到2588萬人民幣 都跌了四成那麼多 另外也有收購的消息傳出 這隻股份應該怎麼看呢 6毫子的位置拿了貨 如果以6毫子有貨 暫時還要先捱價 而且這一陣子來說 市場這麼旺也好 其實它就不算太升得起 明顯地不是太多投資者 是關注著它 但是初步來說 以技術位置來看 要好一點的話 我相信要先破3毫子樓上 如果能夠站在3毫子樓上 我覺得有機會試上大概3毫子的水平 我覺得你逢高減榜 現階段來計算 我會建議暫時就先持有 好,謝謝Rafi的分析 希望可以幫到你,李小姐 這一節的問答環節先來到這裏 Rafi剛才說的股份 有沒有哪隻是持有的? 也沒有的 好,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有五間總結的環節